精品小酒店的感觉就来了 360度的美景 在这边招待个朋友搞一个什么周岁宴 这不是完美 是非常有名的CRAZY KITCHEN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今天又是一天我拉开 今天主要跟大家记录一下 这个房子在上盘之前 咱们需要做哪些的准备工作 通常大家都看到是个成品 这个房子已经准备好上市了 不管是大家拍的照片还是视频 今天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房子上盘之前需要做的工作 我们今天是media day 所谓media day 我们就会拍照片 然后视频 来给大家在网上更直观的去呈现 这个房子的状态 包括拍视频 让大家可能有的朋友 他没有时间过来看 这样的话在网上能先了解一下 那咱们出发 我先去Best Buy买一个内存卡 最近这个Vlog的素材拍了太多 包括前一阵时间去旅行的时候拍的 已经拍满了 然后很多footage 因为我拍了很多我女儿 感觉很珍贵 所以不想删 所以就再买一张新的 把这些像以前老一辈储存相册一样 把这些SD卡存起来 也是一个挺好的回忆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相册了 接下来到Best Buy 然后去挑一张内存卡 OK搞定 随便先买一个用 这个Best Buy很小 所以我如果真是自己想来逛的话 我不会来这个 纯粹是立家进 咱们现在等这个摄影师的时间 先到隔壁的Lowheat Town Center 这个商场 做点小准备 给租客买两张小的gift card 然后算是 先是打好基础 让他们之后 不管是看房呀 open house呀 还是到时候甚至说搬出的时候 大家互相先留一个好的印象 然后这个房子 刚刚我过来到Lowheat Town Center 因为赶时间我就开车过来 其实走路过来时间差不多 其实就是不想走路 走路过来大概是7分钟 我刚刚导航了一下 然后开车过来就是5分钟 天车站也在旁边 Lowheat Town Center也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然后咱们现在去里面的Starbucks 搞两张gift card OK搞定搞定 我们到了 到Nick的新listing了 Hansley在高桂林这边 给大家先看看这栋楼外观吧 在这个大门口 就有一个Hansley这样一个大logo 然后整个大楼它是外观设计 挺有意思的 它在远近处可能看不太清 但是远处它是有一个弧度的 非常漂亮很有标志性的一栋楼 然后咱们就进来看看 首先进来地毯上就哪哪都是他们这logo Hansley的大H logo 左手边是我们游泳池跟健身房 然后右手边是住户的lobby 我们先到这边看一看 然后健身房面积很大 Crissey的特色就是它会把这些Amenities做的尺寸特别高 然后这边有这种Free Weight的区域 然后还有油氧 史密斯全都有 非常齐全 大理石 然后放杂物的 接下来咱们看看它游泳池 游泳池坐的也是很漂亮 然后看已经侦查了一圈了 没有人 它这个泳池是室外 你看泳池里面吹风 这边烘手的都是Dyson的 然后这边就是泳池了 泳池是室外的 所以一年可能只有半年能用 但是这个温泉池上面是有顶的 所以你冬天就算下雨想在这泡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就是泳池了 泳池挺标准的一个泳池 这边是室外的休息区域 这个角度看过来 是不是 这种加州精品小酒店的感觉就来了 配合上温哥华这两天的阳光明媚 然后这个大楼在另外一边 就是咱们刚刚拐进来这边 健身房游泳池 然后另外一边是有concier池 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住户区的大堂 从这边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旁边是Amenti's的桌子 在刚刚过来的那一边 OK 我们到楼上了 我们到六楼 我们单位所在的这一层 然后先来给大家看看走廊是什么样子的 一出电梯会有一个很大的Hunsley的logo 还是回家仪式敢做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就到我们这个单位 我们这个单位是在六楼 是610 大家可以看到是在走廊的尽头 所以是一个转角单位 大家都知道转角单位一般比较大 所以这个房间是有大概将近950尺左右 然后一共是两房两位加一个书房 首先这个一进门就是我们这个书房 做一个办公室或者一个电竞房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过来就是两房两位里面的那个小卫生间客位 这边就是这个单位一个大横厅了 因为是950尺 所以就这个厅非常敞 又是边角户两面采光 然后就是非常有名的Crazy Kitchen Crazy Kitchen是以开发商Crazy去命名的 它是把它已经铸成专利了 主要特点是第一它这个布局 它把电器都放在这边 然后做饭放在这边 做一个分区 这样你转身去冰箱拿东西就非常方便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门还有这个门 这两个门它都是冰箱 然后这也是Crazy Kitchen另外的一个特点 它是双冰箱的设计 所以在疫情大家囤货的时候 Crazy开发商的这个业主们 应该都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然后这边呢就各种的Storage 然后还有做饭的区域 两个卧室呢首先这边是有一个小的卧室 然后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大阳台 这个阳台面积也是非常的非常大 然后也挺好用的方方正正 这个就是主卧了 接下来看看主卧 主卧呢是一个套房 然后Queen size床旁边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去放了一个工作台 所以你放King是完全没问题 King加两个这个床头柜轻轻松松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walking closet 两边呢衣帽间所有的organizer都是做好的 里面是主卧的套房 Double vanity双台盆 然后静柜非常标准 然后悬浮式的这个洗手台 最喜欢的地方淋浴跟浴缸分开 这样的话浴缸使用率会更高 更干净更卫生 然后淋浴呢 大家想要快一点赶紧冲完就走 淋浴然后星期五晚上了操劳了一周 向自己休息一下浴缸 这边随时ready 然后房子的内部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带大家去看看这栋楼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它的amenities OK我们现在到33楼 它的顶层会锁 然后这个先进来会有一个门厅啊 会锁自己的门厅 因为它整层都是会锁的 所以在这一层下电梯这样一个门厅 然后我们进来看看 景色超棒 这一层全都是大跳高 然后因为是顶层嘛 所以整个俯瞰各个区域的美景 360度 这边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区域 然后它在每个角落也都做的有这种小的造景 然后这边是公共区域 这边是有一个大跳高 360度的美景 然后那边也有它自己的一个BBQ 室外的烧烤的炉子 然后这边这个导台啊 然后还有WiFi 免费的WiFi 这应该是冰箱吧 对 这边有冰箱 你可以存放你聚会时候需要用的吃喝饮品 这个沙发 它每一个沙发你只要坐在这里面都是无敌景色 阳台上看看这个无敌的景 太无敌了 看看这个景色 然后室外也是有聚会区的 这边是有一个长的餐桌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BBQ的炉子 里面 然后这边 乒乓球 台球 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你在这个景色 打乒乓球 打台球 是不是心旷神怡 连绵的山景 多漂亮 它这个乒乓球案子有意思 木头 然后上面是皮的 挺酷的 看这景色 只要住在这儿 这些都是每天可以免费去享用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大聚会是 那个是需要预约的 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眼 这个大聚会是 是有全尺寸厨房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 这边搞一个大party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边就全尺寸厨房 厨房 这个倒台 感觉跟这个楼的外观设计有异曲同工之标 应该是定制的 这个楼从外观上看 它顶层就是这种curve的形状 然后这边是一个全尺寸的厨房 非常漂亮 它连这个厨房的这些 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 背景板做的都是这种鱼骨品 然后冰箱 炉灶 烤箱 全都有 你在这边招待一个朋友 搞一个什么周岁宴 这不是完美 然后这边就是大家休息的一个区域 非常长的餐桌 然后一样的无敌景色 好啊 那这套房子就带大家看的差不多了 这套房子呢 我们这周末就是5月18号19号 会开open house 我们的open house呢 是在下午的2点到4点 欢迎大家随时过来 然后我们offer会在下周一的 下午4点 然后统一的进行review 然后谢谢大家观看了 咱们下次见